我一個人的時候隨心所欲 隨著我那天心情如何 去做我那個心情想做的事情 我的好心情來了 我的壞心情來了 我就會把那些東西推開著 我覺得他這個角色是 把一個很純粹的個性放到那個年代 當有一天被限制住的時候 那是什麼感覺 演完之後你會去反思一些東西 然後更珍惜你現在擁有的東西 我一直覺得拍戲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事情 當一個演員最重要的我覺得是學會珍惜 還有體驗生活是必要的 拍攝這部作品之前我是幾乎是沒有經驗 現在就把這個當作是一份人要 然後繼續努力繼續努力繼續加油 我相信未來還有很多東西我可以做得更好 謝謝你 作詞說的 非常好 作詞 請在書店裡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